您好 欢迎收听AM1450美国中文电台体谈最前线 我是关键 首先我们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最新消息 继日前锦之规为奥运会仍能在2021年举行感到欣慰后 大阪执美也在近日在社群网络上表达了支持奥运严赛的立场 尽管他也对这无奈的决定感到难过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造成全球大流行 至今还没有任何趋缓的迹象 使得全球各项运动赛事都被迫停赛延期甚至取消 全球最大体育赛事的奥运也成为受害者 而且日本政府确定因为奥运延期而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但在人类生命健康面前 这些都只能排在其次 因此东京奥运组委会与国际奥委会做出的奥运延期的决定 尽管让此外评估这个决定来的较晚 但还是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 大阪直美在个人的Instagram上写道 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着要如何清楚地表达 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每个人都知道奥运会对我们的重要性有多巨大 我们有多骄傲能代表国家出赛 当然我很难过奥运会今年无法举行 但我们会以更好的状态迎接2021年奥运的到来 大阪直美直言道 我百分之百支持日本首相与国际奥委会这勇敢的决定 体育终将能让我们再次团结起来 只是现在不是时候 现在是所有国家种族不同背景和人 齐心协力拯救众多生命的时刻 对我们来说这才是奥运精神 让我们坚强起来坚持下去 当2021年到来时 我们要让世界看见我们美丽的国家 我们现在请每个人都注意安全 彼此关心宽容彼此 我们终能克服一切困难 2021年东京奥运网球项目 日本男单代表自然是紧直规 女单子是大阪直美 两人也会考虑出席混双项目 如此日本本土就有机会争取三面东道主的奥运奖牌 再来关注中华职棒的最新新闻 中华台北中华职棒富邦汉将一类手林毅全完成签约 富邦球团4月8号宣布全队完成续约 在距离汉将年度首战的4天前 根据汉将队的新闻稿表示 林毅全 胡金龙 林哲轩与陈洪文都获得了两年合约 林毅全两年合约平均月薪72万5千元 胡金龙为70万台币 林哲轩平均为60万元 陈洪文平均月薪为50万元 中华职棒的目前还有选手尚未完成签约 就好比统一师的投手潘维伦 富邦汉将2020年谈新作业全数完成 主力球员林毅全 胡金龙 林哲轩与陈洪文 均以优异表现获得两年复数年合约 获得2019年中华职棒最佳进步奖肯定的陈世鹏 也是加薪112%为全队最高 2018年季中选秀加盟的王正堂 去年出赛107场 击出104支安打 加薪67%为野手群之冠 领队的蔡成如就表示 考量去年有多位球员较出生涯最佳的表现 一军团队整体薪资较去年又上升一些 希望能够激励更多球员能有更好的表现 共同帮助球队拿下史上首座的总冠军 誓言拿下今年第一的富邦汉将 在洪一中教练的带领下 全队已调整至最佳状态 迎接今年球季 本季富邦汉将于4月11号起 6场的客场赛事 并于4月21号起回到新庄主场 富邦汉将方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欢迎球迷朋友透过MOTV的赛事转播 一起为富邦汉将加油 终止本周六要进行开幕战 成为全球第一个开打的职棒联盟 联盟希望把转播权销售到国外 目前已确定日本透过网络平台同步收看开幕战直播 未来像是美国韩国等职棒蓬勃发展的国家都是中植外锁的目标 中植2020年开幕战本周六登场 中植目前正在交涉希望把转播权贩售到地区以外的地方 让全世界看见中华台北的棒球 中植外销比赛的第一步 就是先从棒球方面比较蓬勃发展的亚洲国家的市场开始 紧接着美国和欧洲等地区也将会是目标 目前中植规划的是闭门比赛 对于未来何时开放球迷进场 中植方面表示说仍要看疫情的发展 配合地区政策 接着我们来关注高尔夫球的新闻 今年的名人赛确定延至11月12号举行 不过接下来的美旬赛单战冠军将无法获邀参赛 总计有96位选手取消资格 其中柯林森川 石考提 薛夫勒和柯瑞斯钦 贝萨伊登豪特 以及格雷米 麦克道威尔在最后一刻挺进了邀请名单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份美旬赛的邀请名单 名人赛共有19条邀请资格 最后一条是截止在3月30号的世界排名前50 但随着各大巡回赛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停摆 世界排名官方在3月20号做出暂时冻结的决定 尚未取得资格的选手 只要在冻结时的世界排名位居50强 就都能够有资格前进奥古斯塔 最幸运的选手无疑是北爱尔兰名将麦克道威尔了 他在开打前的世界排名为51 不过同期间其他各地仍进行了三场比赛 排名继续向前滚动 结果这位前美国公开赛冠军反而上升了两席 挺进50强行列的49名 近2016年后再次闯进奥古斯塔名人赛 森川·薛夫勒和贝萨·伊豪登分别为44、45和47 之前已经打进72强名单 现在又可以安排生涯首趟奥古斯塔之旅 根据规定 名人赛的每旬赛单战冠军都能够获得邀请参赛 虽然今年比赛延后7个月开打 不过截止日仍以传统的3月底为基准 所以接下来如果美旬赛顺利复工 这些单战冠军将被归在明年赛事的名单之中 另外PGA锦标赛和美国公开赛排名前四的选手也是如此 再来关注美式足球方面的最新消息 亚特兰大猎鹰官方在一天后提前发布了新球一的设计 球一主色变为黑色 客厂以白色为主 头盔设计也进行了改变 更改为亮黑色喷漆与银色面罩 我们这里来关注一下亚特兰大猎鹰队NFL 橄榄球球队之一的球一的现状 美国时间的星期二也是4月8号 猎鹰官方宣布新球一设计将在4月14号揭晓 猎鹰队老板亚瑟布兰克表示 这是17年来我们首次改变设计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因为我没意识到都这么久了 不过我记得最开始买下球队的时候 的确几年后就换了设计 当时反响很不错 我希望新设计能够让球迷感受体会 最好也能穿着更现代的服装 最好也让球迷们感受到一些才华 目前推特上已经有了一次的设计流出 我们可以在推特的官方网站上一起来观看一下 亚特兰大猎鹰橄榄球队的新球一的设计 美国时间4月8号 费城老鹰官方宣布 球队名速跑位提米布朗 在上周六逝世享年82岁 布朗曾两度赢得改制前的NFL冠军 三次入选职业晚 老鹰主席兼首席运营官杰弗里洛瑞表示 提米布朗是史上最伟大的老鹰球员之一 也是同年代最全能的球员之一 他克服了生活中的许多难关 在体育和娱乐界都做出了成就 作为三度入选职业晚 随老鹰赢得1960年的冠军的球员 提米在跑位和回攻守位置上都有出色表现 他是当时观赏性最强的球员之一 熟悉他的人都会提到他开朗积极的个性 以及与他与队友和社群建立的联系 向提米的家庭之一诚挚哀悼 布朗最初在1959年被包装弓选中 但一场比赛后就被裁掉 他在老鹰获得机会出战12场比赛 冲球9次推进35码 达阵两次还完成了9次接球 推进247码达阵两次 同年冠军赛中 老鹰击败了布朗的救主包装弓 最终取得胜利 以上就是今天的体坛最弦线 我是关键 感谢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